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16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昨天到今天,最重要的信息是关于导弹的 首先是15日乌克兰多计遭遇俄罗斯导弹袭击 乌克兰全国各大城市全部响起警报声 不过,这轮袭击造成的损害不如前几次那么大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金莫深刻说 俄方在11月15日袭击乌克兰的90多枚导弹中 有70枚被击落 特别是在基辅地区 防空部队击落了21枚导弹中的18枚 但也有命中的 15个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受此影响有超过700万人失去电力供应 金莫深刻表示 这包括基辅、丸尼查、沃兰、段涅茨克、蒂尼布洛比德罗夫斯克 日陀米尔、基辅、基洛、基洛沃格勒、利沃夫、波尔塔瓦、 罗夫诺、苏美、吉尔诺波尔、哈尔科夫、赫梅利尼茨基、 切尔卡瑟、切尔诺夫测和切尔尼格夫等地区 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 俄罗斯在11月15日发射了70多枚KH-101和KH-55巡航导弹 和20多枚口径巡航导弹 以及10多架沙西德136无人机 乌克兰防空部队记录了73枚导弹和全部的10架伊朗无人机 以及一架猎户座无人机 据说德国援助的艾利斯T防空系统继续运作良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波导弹袭击是10月初以来 俄军多次导弹袭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波 虽然使用的无人机较少 但导弹数量达到了新高 乌克兰境内原本尚未恢复正常的电力基础设施 这次又遭到了损害 乌克兰老百姓的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 相信这笔账乌克兰人会记着的 到时候一并找俄罗斯人讨回 在昨天的俄罗斯导弹袭击中 有一枚俄罗斯巡航导弹在基辅上空 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 根据乌克兰空军司令部提供的消息 昨天袭击基辅的21枚导弹有18枚被成功拦截 不过这次袭击不仅仅是造成危害那么简单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必然需要提早安排 俄罗斯人在泽连斯基11月15日 在G20峰会上提出的他的十点和平建议之前 已经准备好了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行动 这凸显了俄罗斯人对于创造良好范围 与乌克兰谈判的不屑一顾 西方还想着和平谈判的人该清醒了 对于瞄准民用基础设施的狂轰烂战 各国都表示了批评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美国强烈谴责俄罗斯今天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 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不会忘记在世界各国领导人 在巴黎岛G20峰会上讨论对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和生计 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之际 俄罗斯再次威胁到这些人的生命 并摧毁了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 俄罗斯的这些打击只会加深 20国集团对战争破坏稳定的担忧 咱们都知道 这波大规模导弹袭袭击还引发了另一个事件 波兰当地事件下午3点半左右 一枚坠落的导弹击中波兰领土 位置在于乌克兰相邻的卢布林省 赫鲁别墅复区普热沃多夫窜 事件发生后 波兰空军的战斗机紧急升空 当地警察军队检察官抵达现场进行勘查 目前已知的事实 有两位村民死亡 随后 波兰总理马特乌斯·莫兰维斯基宣布 召开紧急国家安全会议 波兰外交部称 从现场发现的残骸碎片可以判断 这是俄制导弹 波兰总统杜达第一时间确认了此事 但声明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谁发射了导弹 波兰随后传着了俄罗斯驻波兰大使 波兰一些军队和所有军警部门都提高到高度机备状态 加强空域监测 这种事态下 波兰可能要求引用北约第四条 即召集北约成员国首脑进行紧急磋商 波兰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 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再次对乌克兰全境及重要基础设施 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大规模袭击 15时40分 一枚俄制导弹坠落在卢布林省赫鲁别墅夫区普热沃多夫川 造成两名波兰共和国公民死亡 就此事件 外交部长斯比格涅夫劳召见了俄罗斯驻外交部大使 要求立刻做出详细解释 波兰总理莫拉维斯基表示 波兰军方和军管部门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并加强对波兰领控的监控 波兰仍在努力查明爆炸原因 呼吁所有波兰人保持冷静 波兰正在与北约盟国协商援引第四条 波兰总统安吉伊杜达在周二的讲话中表示 波兰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谁发射了这枚导弹 调查正在进行中 这很可能是俄罗斯制造的导弹 美国政派专家前往现场进行调查 他倾向于相信这是一起一次性事件 互联网上多名开源情报分析专家 根据目前公布的现场导弹残骸图像做出判断 他们属于S300防空系统的5V55系列导弹的48D6发动机 大概率是乌克兰的 这项判断仅限于根据图像内的碎片做出 不过其他类型的导弹 比如48N6系列或者可能还有其他的 也使用了非常类似的设计 所以还无法完全断定需要其他信息来源的佐证 截至目前 这个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显然远远没有得出 但是无论结果如何 如果没有发生战争 俄罗斯没有向乌克兰发射导弹 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所以波兰政府召见俄罗斯大使和考虑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的第四条 没有任何问题 西方多国首脑和政要都是这么想的 比如荷兰首相马克里特称 没什么不敢说出来的 不管是谁的导弹落入波兰 原因都是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后导致的 总不可能是大气层凭空掉落的 荷兰人这样说呢 显然是想起了当年在乌东和俄罗斯边界地区被击落的马航MH17航班 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就导弹袭击波兰发言 说如果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显然这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我们不会认为西方国家会栽赃陷害俄罗斯 会扭曲事实 把不是俄罗斯做的事情说成是俄罗斯做的 更不会把无意间发生的事件说成是蓄意的攻击 一切后续行动都有待正式调查的做出 且正式调查结果对于即将采取的行动是决定性的 这是因为西方国家不可能像俄罗斯一样胡作非为 胡说八道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逻辑 恶搞的国家毕竟是少数 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度尼西亚诺莎杜瓦对媒体说 考虑到弹道的问题 在布兰造成两人死亡的导弹 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射的 他同时承诺美国将全力支持乌克兰 拜登的原话是 目前的初步信息可以对此说法提出质疑 在我们完全调查之前我不想下结论 不过从弹道的角度来看 它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射的 我们拭目以待 拜登表示会派出专家组协助波兰进行调查 对于俄罗斯制造的导弹造成波兰两人死亡的事件 俄罗斯国防部的回应是 所谓俄罗斯导弹落在波兰领土上的言论 是旨在升级局势的蓄意挑衅 俄罗斯似乎是有点贼喊捉贼 人家波兰人还没有说是你干的 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波兰已经要求北约启动公约第四条 即当北约成员国在领土完整 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 在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提议下 北约各国将进行紧急措上 一旦确认导弹是俄罗斯军队发射的 而双方又没有进行妥善的解决 则很可能会激活北约第五条 一旦确认成员国受到攻击 其他成员国将做出即时反应 该条款被理解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 并不再需要各国政府的参战授权 即集体自卫权 截至目前最新的消息是杜达总统说 俄方应对昨天发生的事情负责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是对波兰的蓄意攻击 现场残骸最有可能是S300防空导弹 他说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俄罗斯发射的导弹 最有可能的是乌克兰防空导弹 是的乌克兰防空导弹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虽然俄罗斯空天军屡次表示 机会许多乌军防空系统 战前乌军手中的S300系统早已经被俄罗斯消灭 但我们知道俄军发布的战果水分很大 照他们的说法 乌军手中的海马斯早就被摧毁完了 但是乌军很可能真的还拥有一些S300防空导弹 并有可能在15日俄军大规模导弹袭击当中使用了他们 很可能因为一些因素 有一枚就掉到了波兰 好 以上是我们本期视频为您准备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